《洞察天下大事》 剖析十四亮点 各位好 今天是12月25日星期一 欢迎来到十四亮点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长王毅 12月20号应约同菲律宾外长 马纳罗通电话 谈到中非关系面临严重困难 他表示根源在于非方背弃承诺 不断在海上挑衅姿势 因此敦促非方尽快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如果非方误判形势一意孤行 甚至与不怀好意的外部势力相互勾连 继续生事生乱 中方必将依法维权坚决回应 而在双方外长通话的前两天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中国正对亚洲邻国构成切实挑战 而南海问题成为复杂的地缘政治挑战 非日政加强同盟关系 便应同美国开展三方合作 中国有众多的邻国 有陆地上交界的国家 那么也有隔海相望的国家 比如日本 比如菲律宾 那么中非关系近来出现了很严峻的局面 特别是菲律宾方面 可以说持续地向中国挑衅 这我想起了这个菲律宾这个国家 是一个很奇葩的国家 为什么呢 当年我们说这个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当时菲律宾举国 可以说是举国爆发了全国性的这个革命 那么迫使当时统治了菲律宾 数十年的总统马克思夫妇下台 他们最后流亡到了美国 但是又带去了大批搜刮的非法财产 正是这批财产造成了现任总统小马克思 为什么我说菲律宾人民是习霸的人民 当年他们把老马克思赶走了 现在他们又用选票 把老马克思的儿子小马克思选为总统 而这位小马克思总统 曾经多年在美国生活 而且他激励地想要把在美国被冻结的 他父亲的他们家族的巨额的资产 试图要把他这个收回来 那么看来这个问题呢 是造成现在中非关系 变化的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说菲律宾国内方面的原因 其实就是政客本人的私人的利益所在 小马克思为了能够取回这批家庭的 这个他父母亲的这个不义之财 虽然美国美国没有公开的报道说明这点 但是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就是如果小马克思能够投美繁中 那么他在菲律宾 他在这个美国的 他们家族在美国的这个财产 就渴望得到解冻 至少是一部分这个解冻 那么这对于小马克思来说 那么当然是他朝思暮想的一件事情 为此呢 他不惜背叛自己的这个诺言 小马克思这个就任总统之后啊 出返了第一个非东盟的这个国家 就是中国 在北京他见了中国的领导人 中非领导人会晤了 那么也发表了公报 而且双方都议定了 就是不要因为这个南海 一些这个小岛的这个争执 而影响双边的关系 但是话刚说完 菲律宾就变脸了 所以我们看到像菲律宾这样的国家呢 一个是这个总统 他可以说话不算话 或者说这个昨天说的话 他今天就不算数了 看上去他好像是在为了这个岛屿的这个争端 用这个煽动菲律宾的这个民族主义思想 其实归根结底 他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当然他也不仅是为了自己这个家族的这个利益了 他也看到了 由于现在这个美国 把这个菲律宾作为这个美国亚太战略当中 特别是在南海这个作为向中国施压 制衡中国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棋子 那么也因为日本 包括日本也试图这个利用菲律宾 另外菲律宾呢 我们说菲律宾的这个上层啊 普遍都是亲美的 这个国家受美国的影响很深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肖马斯看到了这个觉得有机可乘了 他可以投靠美国的这个方式 一方面可以试图取回他们家族在美国这个被冻结的这个资产 那么另一方面希望可以通过投靠美国和日本 用这样的来这个对抗中国 那么用这样的方式来获取自己菲律宾发展的一个机会 只要看看菲律宾的这个 一个是历史和文化经济方面和中国的这个渊源 特别是上一任总统杜特尔特 在加入了这个一带一路倡议之后啊 这个菲律宾从中得到的好处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另一方面 那么即使我们说在南海 这个中非两国如果发生这个有限的 小型的这种武装冲突的话 菲律宾绝对不是中国的对手 美国也未必有办法立刻就介入 这个中国和菲律宾的这个武装的这个冲突 这方面呢 小马克思显然并不是一个高明的这个政治家 那么所以中国方面这个罕见的对于邻国 就对于菲律宾发表了这样措辞严厉的讲话 我想中国方面对于未来中非关系可能的这个恶化 美国可能的这个介入都已经做了准备 如果中非发生这样的这个冲突的话 那么最后呢这个吃亏的一定是菲律宾 美国不可能从中获得什么好处 中国国务院决定取消两岸ECFA协议里面 对台湾产品的部分关税减免 在两岸进出口贸易持续衰退之际 国务院关税税责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发出公告 表示大陆将从2024年1月1号开始终止ECFA 也就是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 对部分台湾进口产品的关税减让 这一决定的由来是从今年上半年开始 中国商务部就因台湾对大陆的贸易限制措施 展开了贸易壁垒的调查 而调查的结果已经在12月15号出炉 最终结论指出台湾对大陆贸易限制措施 构成了贸易壁垒 并显示台湾对大陆相关产品 长期采取贸易限制措施 而且禁止进口大陆产品的范围 在近年来呈现扩大趋势 截至今年11月 共禁止2509项大陆产品进口 对于这项决定 国务院关税水责委员会表示 希望台湾地区采取有效措施 取消对大陆的贸易限制 而商务部发言人也作出回应 指台湾违反了ECFA协议规定在先 同时批评民进党当局阻挠两岸交流合作 只会压缩台湾经济的发展空间 损害台胞发展利益 此外有学者指出 大陆方面这次采取的措施 并不是全方位对等措施 只是警告为主 公平贸易是最基本 最朴素的要求 而对于幽岛内的声音指控大陆 以经贸问题进入台湾选举 学者则认为 这只是民进党当局的乌贼战术 两个国家之间 两个地区之间的公平贸易 是要有好的政治基础的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尝试 那么我们以两岸的情况 我们说在两岸的情况 由于两岸尚未统一 但是两岸之间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就有了经贸的关系 而且这个经贸关系 发展得相当频密 那么其中这个大陆给台湾 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当然也有一些大陆的产品 进入了台湾 那么从这个政治上来说 在马英九执政期间 那么两岸的这个政治关系 它是有一个基础的 就是九二共识 那么有了九二共识 就是作为一个政治基础之后 那么两岸的这个经贸关系 迅速的发展 而且呢也有了一个相应的这个协议 就是这个ECFA的一个协议 那么有了这样一个协议呢 双方在这个相互进出口的 这个贸易方面呢 那么都有些关税的这个减免 那么这本来就是两岸经贸关系 发展的一个很好的 一个法律性的一个框架 但是呢民进党政府啊 他们当年在这个在野的时候 他们就反对ECFA 那么甚至呢 我们记得在这个ECFA签署之前啊 这个当时这个也在民进党 这个煽动下 一些台湾的这个青年学生 还发动了大规模的反ECFA的 这种学运啊 所谓这个太阳花的这个学运 那么另一方面在民进党执政 这个蔡英文执政之后 蔡英文本人是所谓 国际贸易的这个专家 他民进党政府虽然反对 ECFA协议 但是他们也知道 如果贸然的就取消这个协议 单方面取消这个协议的话 对台湾的这个进出口 对台湾的这个经济 民生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他们不得不 这个屈从于这个现实 就是他们知道台湾需要ECFA 但是另一方面呢 从这个政治角度来说 这个民进党当局 他们是不喜欢ECFA的 因为他们不喜欢ECFA的 这个前提 就是九二共识 那么所以这几年逐渐下来呢 这个台湾逐渐采取了一些 这个措施啊 对于大陆的一些产品呢 他们设置了一些人为的 这个贸易壁垒 那么在大陆呢 主管这个进出口的商务部 他们发现 因为有关的部门 也逐渐向这个商务部 反映了这个情况 那么引起了大陆方面的这个重视 所以虽然大陆方面也知道 这个蔡英文政府 就是民进党政府的 这种隐形独立的这个政策 是不可能改变的 但是在民进党当局 没有正式单方面的撕毁ECFA协议之前 大陆方面不可能采取行动 但是不可能采取行动 是指的不可能去 从整体上取消这个ECFA协议 但是呢 对局部的一些问题 是可以采取行动的 就像这次 这个国务院的关税委员会 所做的一个决定 因为是有一系列 一个调查的一个结果的 它并不是一个 所谓的一个政治上的 一个惩罚的行动 而是对于台湾 这个台湾当局 对于大陆产品的 这种不合理的 不公平的这个贸易壁垒 采取的一种对等的这个措施 而且这个对等措施呢 它对这个 因为这个消息 在已经提前透露出来了 台湾那些媒体都有报道 所以台湾的社会 台湾的舆论 对于这样的一个 事态的发展呢 不会觉得太知青 那当然还会有各种评论 我看到台湾也有媒体认为 本来这个兄弟让利 让利就是兄弟之间的 这个事情的 两岸的关系 就是兄弟一家亲 两岸一家亲 就是兄弟的关系 就是一家人内部的关系 那么这个让利 本来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前提 我们说除了一个 政治前提以外 还有这样的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但是如果兄弟的关系 不复存在了 那么这个让利 恐怕也就要受到 不可避免 就会受到影响 那么所以呢 当这个国务院 这个关税 税责委员会 做出这个决定呢 不出所料 那么立刻引起了 民进党的这个批评 引起了台湾这个 亲律媒体的批评 他们认为这个大陆方面 试图用这个行动 来影响台湾这个大选 我想这也是一种误判 因为台湾的这个大选 它不是大陆方面 可以从根本上 可以加以影响的 如果大陆方面 可以从根本上 影响台湾大选的话 台湾不是现在这个局面 当前台湾的情况是这样 就是其实不管台湾是 我们说1月13号 是这个国民党上台 还是这个民进党继续执政 那么这个ECFA 遗留的这个问题 它会从这个 在ECFA的这个范围里面 来解决 但是就台湾一个选举 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当前这个形势的话 非常明显的 因为国民党和民进党 各有自己的基本盘 而且这个基本盘呢 实际上大体上 是势均力敌的 或者是民进党 稍占一点优势 但并不是一个稳占的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呢 柯文哲领导的这个民众党 他们的这个选民 他们大约也就是 在15%到20%之间 这一部分选民的这个意向 反而成了现在决定 台湾大选的一个 关键的一个因素 我看到这个台湾 有选举的这个专家认为 这个目前的这个情况 很难有所谓的这个 气宝效应 因为即使是柯文哲本人号召 不管他是号召 他的选民把票投 因为他本人是不可能当选的 但是如果他号召选民 把票投给国民党 或者是把票投给民进党 他的选民都未必会听从 最大的可能是 就是民众党的这些选民 这个基本盘 就是20岁到30岁左右的年轻人 还有这个一部分 这个妇女的这个选民 他们可能到时候 根本就不投票 因为他们不喜欢国民党 但是他们更讨厌民进党 而他们所希望的候选人 却不可能当选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最大的可能 如果是不投票的话 那么国民党也拿不到 民众党的这个选票 民进党也拿不到 民众党的选票 所以这样的一种 基本的一个态势的话 这个大陆采取的什么措施 像这次这个 减免这个台湾的 台湾出口到大陆的 这个部分产品 特别是实话产品的 这个关税减免的话 实际上对这个选举本身 不会有什么影响 就算是大陆现在 放出了所谓对台湾市场 对台湾企业利好的 一些这个措施的话 也不可能改变台湾选民的 这个投票的这个心意 所以呢我们看这个 现在两岸的一个形势 就是这个政治关系不好 但是呢这个经贸关系 还能维持一个基本的 这样的一个 大概的一个结构吧 那么这个结构呢 又是受到了 ECFA的这个保障的 那么现在ECFA并没有全面取消 那么只是对于台湾设置的 这种贸易壁垒 那么做了一些 就做 可以说做了一些这个惩罚吧 那实际上这也是一种 对的这个惩罚 因为既然你对我设置了贸易壁垒 那么我也就 我也就这个减免了 这个本来台湾产品 应该有的一些这个关税 或者是减了关税 或者是免关税 从这个优惠也就取消了 所以这个事情本身呢 那其实则是两岸关系 无论是政治关系 还是经贸关系 在民进党执政之后的发展的 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 普京总统宣布 俄罗斯已经在乌克兰战场 取得了主导权 近日 俄罗斯国防部部委员会 召开扩大会议 俄罗斯总统普京 和国防部长邵伊古 均有出席 在故意上 普京谈到对乌克兰的 特别军事行动时表示 根据当前形势的评估 俄军已在行动中掌握主动权 可以自由采取俄军认为合适的行动 同时普京还提起乌军遭到严重损失 并表示针对西方 不会放弃遏制俄罗斯的战略 俄军也不会放弃 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 普京还强调 俄罗斯不打算对欧洲发动战争 无论乌方是否试图达成任何协议 俄方都将从自身利益出发 虽然西方国家继续对俄罗斯进行混合战争 不过俄军也正在升级核武库 并将战略力量保持在最高战备状态 核力量三位一体中的现代武器战比 已达95% 转眼之间马上就要迎来2024年了 这意味着俄乌冲突的战火 已经燃烧了将近两年 而如今声称掌握了主动权的俄罗斯 又将如何影响未来战事的发展 俄乌两国放下武器的核平愿景 又能否在2024年实现 还有待我们持续关注 普京总统的这一宣布 也反映了当前乌克兰战场的实际的情况 那就是俄罗斯确实是占了上风 而乌克兰确实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难 所以首先从大的方面来看的话 由于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火 持续地燃烧 那么国际舆论 特别是西方国家的舆论 已经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中东 其实在这个之前 西方的舆论也已经出现了所谓的乌克兰战争疲劳症 因为毕竟这个战争已经持续了将近两年 另外乌克兰内部的矛盾和问题 也越来越突出 包括这个泽林斯基总统和乌克兰军方之间的矛盾 已经到了公开化的程度 而乌克兰这个贪污腐化的这个行为 无论是政府还是军队的高级官员的贪污腐化行为呢 也一直没有得到 也不可能得到有效的解决 你看看 这个源源不断的西方这个援助 特别是其中的这个金融方面 现金的这个援助 当然会给乌克兰的这个腐败的这个体制 可以说是鼓励他们去犯罪 鼓励他们去贪污 在这个缺乏舆论监督 其实这个泽林斯基总统之所以 受到乌克兰人民的欢迎 把这位习军演员选为总统 就是因为他们痛恨贪污腐败 政府的贪污腐败 但是泽林斯基总统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而人们没有想到的是战争反而 这个使得这个腐败更加的严重 那么然后呢 还就是在前线的这个乌克兰军队 一方面他们获得了西方的先进的 武器啊 比方说这个最近乌克兰方面 这个极罗了三架苏三四啊 苏三四这是俄罗斯先进的这个战斗机 那就表明了西方的援助确实是有效的 但是另一方面总的来说 在前线的乌克兰军队这个缺乏弹药 兵力不足 而且这个军心也不稳 那么原来已经说的这个下级攻势 不仅没有任何进展 而且俄罗斯现在呢 在自己控不仅牢牢地控制着 乌克兰大约五分之一的这个领土啊 也就是这个顿巴斯地区的 顿巴斯地区的大部分 那么俄罗斯在发动了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之后呢 在顿巴斯地区 我们说这个从俄罗斯的这个南部 一直到这个顿巴斯的 俄罗斯南部 顿巴斯的北部 也就是俄罗斯的这个南部 修策了一条这个战线啊 一直延续到乌克兰南部 那么长约一千多公里 那么在这条战线上呢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但目前呢 俄罗斯是牢牢地控制着这条战线 而且在这个几个不同的点 几个不同的重要的这个战略地区呢 都展开了这个反攻 所以目前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如果现在马上就停火的话 那么即使现在不停火 明年还是要停火的 当然困难是很大的 因为乌克兰已经立法禁止 在这个收复领土之前 这个领土还包括了克里米亚 禁止在收复领土之前 去俄罗斯谈判 这样的话就等于堵上了 谈判的这个大门 另一方面我注意到 这个前两天英国的金融时报 发表了一篇文章 题目就是如果俄罗斯赢了世界 将怎么办 我想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本身就反映了 这个西方舆论的一种变化 就是他们现在在讨论的 就是俄罗斯赢了之后 其实世界怎么办 是不需要他们来考虑的 他其实讨论的还是西方要怎么办 那么尽管作者呢 是有些违言耸听的 他们认为作者认为 这个俄罗斯如果在乌克兰战争当中 取胜之后 就会控制乌克兰的这个大部分 只有乌克兰的这个西部 就是以利沃夫为中心的 西乌克兰仍然能够保持 他的独立国家这个地位 乌克兰这个大部分 会置于俄罗斯的控制之下 俄罗斯会像在历史上 对他们所征服的地区所做的那样 会这个迫害乌克兰的那些人民 特别是那些反俄的那些分子 会把这个乌克兰牢牢地置于控制之下 但是作者认为呢 更重要的是俄罗斯会因此 就是俄罗斯如果赢得了乌克兰战争的话 那么普京会获得世界上四分之一的 小麦的生产和出口 那么这个对于世界的这个粮食生产 对于整个世界的这个经济 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而且作者认为呢 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当中取胜的话 会带来北约的危机 北约现在还不能够公开的 就是正式的这个介入乌克兰战争 当然北约一直在给乌克兰提供武器 但是如果提供了这么多武器 给予了乌克兰数以千亿计美元的 这个各种援助之后 乌克兰仍然战败了 那么对于北约的其他成员国来说 那么这是一个不想制造 就是北约实际上也无力保护自己的这个成员国 作者认为北约的这个第五条款 就是一个成员国遭到侵略 那么其他这个成员国都要来共同地 帮助这个成员国 他认为这个第五条款 其实并不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条款 而且呢这个作者认为 俄罗斯就像我们刚才新闻里面看到的 这个普京总统说 俄罗斯不会对欧洲发动战争 但是作者认为呢 俄罗斯如果要对欧洲发动战争的话 只会对俄罗斯周边的几个邻国发动战争 就是类似像乌克兰这样的国家 就是历史上是苏联的一部分 或者跟苏联跟俄罗斯的关系非常密切 但是俄罗斯认为自己受到了威胁 所以俄罗斯会采取这样的行动 作者的这个回答 这些研究其实未必都正确 但是他提出这个问题本身 却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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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是西方的圣诞节 那么圣诞老人在漫画家笔下 从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幅漫画里面 圣诞老人他在问另外一个老人 你要去选总统 年纪是不是大了一点 那么实际上漫画家以这个方式来封刺 这个81岁的拜登 他宝刀不老 他还下定决心 要选明年的总统想要连任 谢谢大家收看时事亮亮点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